酒後還騎車上路 急車一丟 這名男子想裝成路人 被警方識破 果然酒色超標 當場就被開單 黃塘下路 但又自私把車開上路 警方抓不勝抓 五年被抓包三次的話 就會直接關進大牢裡 這是所謂的酒駕三鎮 但最近在台中地檢署 出現了變化 針對就是說 沒有造勢 而且他已經有去 進行所謂的酒飲治療的 一個情況 取得診斷證明書 本署才會在 這樣的一個例外情形下 去考量可不可以一顆罰金 一般酒駕一顆罰金的條件是 沒有肇事者 只吃了含有酒精的食物 三年內沒有再犯 又接受酒飲治療者 至於酒測值的標準 法務部的版本規定 得定於0.55毫克 但台中地檢署 更改了這項標準 那麼所以這個並不是 他的一個所謂保命符 如果說他在三年之內 他如果再犯 其實一律還是會發肩執行 為什麼台中地檢署會這麼做 原來是因為台中監獄人滿為患 保普統計 因為酒駕駐狱的人數 年年都在創新高 民國101年有6384人入獄 民國102年增加到7000多人 去年酒駕駐狱人數 更是已經破萬人 使得台中監獄 擠得像沙丁魚一樣 兩坪大的牢房 原本是收容兩個人 現在最多擠了五個人 酒駕三番的獸型人 占了四分之一是各類的犯罪之首 讓監獄塞爆了 我覺得還是要關 因為關的真的會怕 又不用關 那就很不嚴重啊 那大家根本就不怕 這個法律的部分 台中解放調整酒駕三陣 不過民眾一面倒的反對 擔心大大提升酒駕率 引發了不小的議論 接著李孟章 台中報導